听见牧尘这声叹息,原本笑吟吟的温清玄,柳梅瞬间就到树去,他直接一步跨出,手一把就抓住牧尘的衣领,犹如发怒的小老虎一般咬着银牙。 牧尘,你想找死吗?那个说错了,多好的合作伙伴呐。 温清玄冷哼一声,恨恨的盯了牧尘一眼,跟这个家伙合作了一次,真不知道被气了多少次。 如果不是因为洛梨,谁乐意和你这个色胚合作呀? 温清玄说着,他这话倒是不假,在最开始他会找上牧尘他们,完全是因为他想见洛梨,而至于牧尘,他或许因为灵露血货者的名头有着一些兴趣,但和洛梨比起来,那显然是微不足道的。 不过,随着后来合作的深入,温清玄的观念倒是逐渐的改变了一些,因为他也意识到牧尘所潜藏的实力。 这个家伙,能够能够被洛梨喜欢上也的确是有着他很优秀的一面。 只不过这一点,温清玄是绝对不会说出来的,因为那样只会让牧尘更加的得意。 你不要这样,有样学样好吗? 听到色胚这个称呼,牧尘就头疼,对于五盈盈,他当初或许的确是有一些调戏的心态,可对于温清玄,他可半点这个心思都没有。 因为他很清楚眼前这个女孩的高傲,如果他没事就调戏,挑逗一下,温清玄会毫不犹豫的收拾他的。 洛梨啊,等你什么时候想通了,直接把这个家伙给踹了,加入到我的队伍,其他的问题呢,我都帮你搞定。 温清玄看向洛梨,洛梨看了牧尘一眼,他有些促侠的就说了,好啊,等他什么时候惹恼了我,那我呀,就把他给踹掉。 牧尘无奈,看来啊,果然不能让洛梨和温清玄多接触啊,以前多好的女孩啊,都快被带坏了呀。 他们两个弹笑一阵,温清玄瞧瞧天色,然后再看向牧尘。 你们这次闭关呢,抓紧一些时间,尽快提升实力,接下来的灵院大赛会有多么激烈,你应该很清楚,可别到时候连决战赛都进不了。 牧尘点点头说,放心吧,我还欠你一个第一名呢,等这次出关以后,我会帮你的。 谁稀罕呢? 温清玄不懈的说着,然后摆了摆手,好了,就此分别吧,等你们闭关结束的时候,我会再度回到第一名的。 话音落下,少女静止转身,垂落的青丝摆动,而她没有丝毫的拖沓,郊躯直接掠出去,那优美的身影显得颇为洒脱。 牧尘哥,再见。 贫尔乐耳当女,冲着牧尘俏皮的一笑,也是迅速跟上了温清玄。 牧尘站在山顶,他望着温清玄他们远去的身影,也是忍不住微微的一笑。 灵院大赛的最后阶段,终于是要来了呀。 伴随着灵院大赛时间的推进,绝大部分的队伍都拥有了脱胎换骨一般的变化。 一些或许在刚开始很普通的队伍,也说不定因为某些机缘进而变得强横,而一些本就强横的队伍,更是在韬光养晦中愈发的强大。 这些队伍在前段时间当中不显山不漏水,只是专注的探索一迹,寻找机缘。 然而当灵院大赛进入最后阶段的时候,这些队伍也会纷纷的露出水面,而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龙争虎斗。 想要从那成百上千的精锐队伍当中杀出重围,夺得前八的名次,显然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 咱们也准备闭关修炼吧,这或许会是我们最后一次在灵院大赛当中闭关了。 牧尘看向徐荒他们,徐荒三人也是神色凝重的点点头。 这的确是最后一次了,因为在接下来的阶段当中,别人也不会再给他们安然闭关的时间了。 不知道沈苍生他们那只队伍怎么样了。 牧尘沉吟着,自从灵院大赛开始之后,他们几乎没有收到过有关沈苍生他们的任何情报,这些家伙就像消失了一样。 沈苍生和李玄通并不简单,他们同样拥有着惊人的天赋,只要他们运气不是太差,想来也不会有什么事情的。 洛黎轻声说着,牧尘点点头,的确啊,沈苍生和李玄通其实也是极其优秀,至少在他的眼中,他们两人并不比王中那些人要弱。 把心中的念头放下,牧尘一挥手,身形率先对着深山当中掠去,洛黎他们也是迅速的跟上。 在深山当中,牧尘他们找了一个偏僻之所,然后徐荒三人各自落向一座山峰,当作闭关修炼的地方。 牧尘和洛黎呢,则是一同落向一座后山,后山当中瀑布犹如银河般的落向,轰隆隆的水流声回荡在后山,湿润的空气让人的精神都是一阵。 牧尘自瀑布旁边的一座青石落向,他仰起头,深深的吸了一口潮湿的空气,那股冰凉也是让他的心神愈发的清醒。 洛黎则是有着小小的洁癖,他清灰衣袖把青石上的尘埃扫去,然后那纤细腰枝才小心翼翼的坐下。 一旁的牧尘看少女那婀娜的身子,却是黑黑的一笑,然后直接就扑了上去,在少女张开弹口,发出轻声惊呼当中,把她扑倒在青石上头,同时也把少女那柔软异常的身子压在身下。 做什么呢? 洛黎笑脸泛着微红,他矜持的把玉璧交叉护在胸前,称怪的看着那近在咫尺的俊义脸旁。 难得独处啊,那些家伙一点都没有自觉,特别是那个温清选,看不得把我从你身边挤得远远的。 不过呀,我倒是没想到,我家小洛黎的魅力竟然这么大,简直是男女通吃啊。 哼,牧尘黑黑的一笑,贴近洛黎娇嫩的耳间轻声的说着。 听到她的耳边说话,洛黎俏脸通红起来,琉璃般的清澈眸子当中有着一些难为情浮现出来。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清澈,她也是女孩子,怎么会,怎么会? 晚黄灵园里头,全都是女孩子,连个男人都见不到,有这种事情也很正常啊。 牧尘倒是丝毫也不奇怪,他笑眯眯的看着洛妮。 不过呀,你可不能真的跟着她跑了,啊? 洛黎气愤的瞪了她一眼,然后又忍不住扬起脸颊在牧尘的脖子上头,狠狠的咬了一口。 不过,她这银牙轻咬,却是让牧尘忍不住浑身都是一颤。 这个小妖精,这是在挑逗吗? 洛黎也很快发现有些不妥,连忙把牧尘给松开,她微微挣扎一下。 你,放开我。 牧尘黑色眸子中掠过一丝炽热,她盯着身下少女那犹如瓷器般的俏脸,然后伸出手指,轻轻地挑起少女的下巴。 让她微微地仰视着自己,然后她便埋头而下。 洛黎柔软的身子,在此时僵硬了起来,她微微地仰着头,这个略微有些屈辱和压迫的姿势,让她的眼睛里涌现了一丝慌乱。 她挣扎了一下,却发现少年纹丝不动,最后只能闭上眼睛,任由这个她倾心的坏家伙,鱼取鱼夺了。 牧尘品尝着,每一抹水润沉醉在其中,瀑布飞落,水雾弥漫,湖泊旁边却是有着小小的春光在浮现着。 洛黎最终还是推开了,越来越过分的牧尘,这个家伙的手一点都不自觉,所以她也是恼羞地刮了她一眼。 她手一握,身旁的洛神剑就发出了嗡鸣的声音。 牧尘连忙竖起手掌,显然她再得寸进尺,洛黎就要用洛神剑刺她了。 不过呀,她还是心满意足地砸了砸嘴,这副模样让洛黎美好气地白了她一眼,只是俏脸愈发的红润可爱了。 牧尘伸出手来,拉住洛黎纤细的御守,少女矜持地挣扎了一下,就游着她了。 洛黎,灵愿大赛结束以后,你就回洛神族了吧。 牧尘望着身旁的少女,突然轻声地说着。 洛黎身躯微震,有些不太敢看向牧尘,他轻轻点头,这次离开,再见的时候,却不知道会是什么时候了。 牧尘深吸一口气,他也是缓缓地点头。 还记得,我和你说过的话吗? 洛黎再度点头,少年说过,再次见面的时候,他会成为盖世强者,站在他的身前,为他阻拦下那些想要伤害他的狂风暴雨。 不管怎么样,一定要等我,牧尘把少女紧紧地抱在怀里头,声音低沉地说着。 不管那盖世强者之路,将会多么的艰难,我都会一往无前为你翻云覆雨。 洛黎轻轻轻轻点头,美目微红,红润的小嘴儿却是下滑出一道弧度,美得惊心动魄。 不管你是不是盖世强者,我都会等你。 在瀑布旁边,牧尘盘坐在青石上头,在不远处的瀑布飞落处,落离也是静静闭幕,显然是逐渐地进入了修炼的状态。 牧尘看了洛黎一眼,然后呢,也是开始凝定心神,眼下时间宝贵,他也得抓紧时间,让自己实力再度提升。 不然的话,伴随着接下来灵院大赛最激烈的时刻到来,他想要拔得头筹,恐怕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毕竟,这灵院大赛当中藏龙卧虎之辈还是相当的多的。 牧尘眼露沉吟之色,他手掌一握,只见灵光闪烁,六道木神碑就悬浮在他的眼前,青光闪烁间有着勃勃生机,自其中弥漫出来。 牧尘随手取过一座木神碑,闭目感应了一下,然后他有点失望地撇了撇嘴, 因为他发现这些木神碑内诸多信息,已是空空荡荡,包括那些小神术的修炼之法。 显然,木神碑内明刻的小神术,仅仅只能提供一人感念修炼,而一旦有人将其修炼而成,那么明刻的小神术也会随之消失的。 难怪牧尘要从五营营四海灵院他们手中换取这木神碑并没有什么太大难度,原来其中的价值大多都已经被炸干了。 不过虽然有些小失望,但这也算是在牧尘的意料之中的,毕竟他凑齐了这六道木神碑,也并不是为了其中明刻的那些小神术的。 牧尘没心处,那道古老树纹在此时缓缓地浮现出来,树纹散发着微弱的绿光,这些绿光一点点地散发而出,最后直接是笼罩在那六座木神碑上。 六座木神碑在此时都是发出了细微的颤抖,弥漫的清光,愈发的浓郁。 片刻以后,等那些清光浓郁到极致的时候,牧尘就见到,这六座木神碑竟然在此时一点点地融化了下来。 一滴滴青色的液体滑落,最后悬浮,短短不过半分钟的时间,六座木神碑已经尽数被融化,化为一大团翻滚的青色液体,在那液体表面犹如古老的树皮一般,层层叠叠。 牧尘没心处的树纹,愈发的明亮,一道碧绿光束,陡然射出来,射在那团青色液体上头。 液体当中发出吱吱声,然后牧尘就见到,在那团液体最中央处。 液体竟在凝固,一脸间仿佛化为一块巴掌大小的青色树皮,树皮散发着一种极其古老的波动,生机盎然。 伴随着那道古老树皮的出现,牧尘没心处的那道树纹,则是一点点的淡化而去,直到彻底的消失。 牧尘伸出手掌,那青色液体碎裂开来,其中那道青色树皮则是落下,最后悬浮在牧尘的掌心上头。 他好奇地打亮着这块古老的青色树皮,树皮上头,能够见到密密麻麻的古老文字闪烁,每一道文字都显得格外的神秘与悬傲。 这就是牧神碑当中所隐藏的东西吗? 牧尘喃喃自语,他眼中有着一抹炽热浮现出来,他手掌猛的一窝,就把那青色树皮抓在掌心当中。 青光自掌心当中弥漫出来,那些青光犹如渗透进了牧尘的手掌,然后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对着牧尘脑海当中窜去,而同时牧尘的脑海当中也是发出了低沉的轰鸣声,犹如爆炸一般。 灰色而磅礼的古老信息如潮水般的涌来。 牧尘黑色眸子当中,青光不断的闪烁着。 许久之后,他眼中的青光才一点点的减弱下来,而他的脸庞上头则是有着一抹精益和欣喜之色浮现出来。 牧神经? 牧尘喃喃着。 天前那些涌入脑海中的古老信息当中,拥有两部修炼之法,其中一部就名为牧神经,而且最让牧尘有些震动的是,这部牧神经竟然达到大神术的层次。 神术是分为三等的,小神术,大神术,大圆满神术。 虽说小神术和大神术仅仅只是一字之差,但牧尘却明白两者之间的差距,那是真正的鸿沟啊。 如果说小神术会让至尊强者有所心动的话,那么大神术就真的能够引出那些至尊强者的贪婪之心的。 而这部牧神经就是货真价实的大神术。